选秀节目 更是从不缺少高智商学霸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吧 莎贝宁跟高晓松一样 如今的莎贝宁也成为了行走的表情包 人间断子手 但只要仔细观察不难发现 他现在虽然画风活泼 但讲话依旧严谨 而实际上 深谙语言艺术的莎贝宁 自幼就热爱且极为擅长各种演讲 更曾因此受邀参加了北京大学举办的 只有优等生能参加的东令营 不过他高考能考上北大 却完全是靠自己文化课的成绩 费翔很多人都知道 男歌手费翔是科班出身 毕业于纽约戏剧学院 但在这之前 他其实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学生 然而因为对艺术的追求 他放弃了父母为他规划好的人生 从全球有名的斯坦福医学院转入戏剧系 最后他又因为数业有专业 离开斯坦福重新被考 成为了纽约戏剧学院的学生 郭矮明跟很多香港女艺人一样 郭矮明也是通过香港小姐比赛敲开了娱乐圈的大门 然而 美国南加州大学机械工程学硕士 身份却让他在众多家里中成为最特别的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港姐选秀举办了这么多年 比郭矮明美德大有人在 甚至也有不少学霸 但比他学历高的却是至今还未出现 因此郭矮明时至今日依旧有着 最高学历港姐的美誉 孙燕兹虽然很多人都熟悉孙燕兹歌手的身份 也为他的唱功折服 但很多人却不知他其实是毕业于 南洋理工大学的学霸 而他的家人也大多都与这所全球排名前50的学校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孙父 孙母君时就职于该校 姐姐孙燕家也是毕业于 南洋理工大学 如今任职于新加坡某投资银行的副总裁 至于孙燕兹的妹妹孙燕美 虽然没能接续家族传统 但也是学霸的 她却考上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系 还一读就读到了硕士 高晓松虽然高晓松自称 矮大锦 更是直言不要求女儿一定要有高学历 但众所周知出身学霸时家的她 不仅自小就是 别人家的孩子 长大后考上清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她 仅是因为敢流行就跑去退学 之后转身就又考上了北影导演系 此外 一言不合就自黑 各种放飞自我的高晓松 不仅能编 能导 能写 也懂点科学知识 她在音乐上也有着不俗的才华以及影响力 而吴亦凡早前就曾因此三顾茅庐上门拜托她帮忙打造自己的新专辑 当然 娱乐圈的学霸不止这五位 甚至有不少原本学历一般的艺人 也经由后期努力成功让自己里外 杜金 所不管有没有才华 还是要虚心 多掌握知识总没错 不是麻 加油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 最后一期请愿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新浪看点栏目 请愿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新浪看点栏目